中国超夯综艺披荆斩棘的哥哥捧红了不少男星 近日第三季即将开播 参赛嘉宾阵容超厉害 包括林志颖、王耀庆、蓝阵龙、杏等人 勾起不少观众的青春回忆 其中有国民舅舅称号的王耀庆 因和林志颖童年而冲上微博热搜引起热议 他也在先导片中涂松口 自己没有钱吓坏粉丝 据三立新闻报道 王耀庆当年拍了再忙 也要跟你喝杯咖啡广告一戏成名 又在花系列中以帅气小声亮相 赌获不少女粉丝 他转往中国拍戏发展 演活了失恋33天中的凤凰男魏依然 还入围中国电影百花奖最佳男配奖 后来在下一站是幸福 饰演于苏星舅舅 而有国民舅舅之称 在中国打滚多年 王耀庆不管在综艺或电视剧都有立足之地 近日他参加披荆斩棘的哥哥和林志颖被拿出来讨论 两人都是1974年生 一个童颜至今 丝毫不见老太 另一个则是雅痞大叔 成熟魅力敬献 截然不同的男神模样 让网友们都惊呼 完全没想到 一直觉得他们不可能同龄 颜值这块小智没输过 仙导影片中节目组介绍他是法总专业户 被问到自己和角色是否没同 他无奈苦笑并自嘲 我没有钱啊 半开玩笑透露自己的经济状况 也做足了节目效果 王耀庆幽默搞笑 非常会带动节目气氛 而私下的他也是爱家好男人 和圈外妻子郭艳卿结婚多年 两人是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 王耀庆踏入演艺圈后 因拍摄地点离郭艳亲家很近 便住进了对方家里 未来岳家成了房东 他笑笑表示 自己是不想搬家 所以直接把房东妹子娶回家 婚后 他举凡拍戏录节目 从来不愉悦 懂得拿捏界线 给妻子满满的安全感 薪水也都上交给老婆 至今恩爱如席